狗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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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的狗的狗的狗剪 慧泰兰终于能全身动起来 可她的奇葩行为差点把哄泰兰起的血压飙升 小羊们进入脑世界的第二站是运动区 这里的员工每天都要运动 依次保证慧泰兰的曲体充满能量 但是自从一次强烈的震动后 总指挥队长就消失了 所以运动区也变得极度混乱 导致慧泰兰的身体无法动起来 小羊们一层一层的解决 每个部位的员工的问题 其中手和脚两个部位的问题 最难解决 他们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谁也不负谁 小羊就让他们交换工作 由于不熟练 导致灰太兰的手脚 莫名其妙的乱动 曼羊想拍下来 结果快被欺掌了 茶太兰拉着灰太兰 也是快被欺死了 茶太兰被笑得逃出狼暴 灰太兰还在装圈 手脚的员工体会到对方的不容易 终于和解 小羊们解决完四层的问题 就去寻找失踪的总队长 蓝羊一上来就向上指令 以为可以吸引出总队长 员工们按照指令运动 灰太兰的身体又莫名其妙动起来了 蓝羊快被折腾散架了 运动区的员工知道是蓝羊在下岸 于是纷纷争抢着要当总队长 茶太兰来抓灰太兰 又看到他诡异的动起来 最后灰太兰的身体运动超负荷 直接倒在地上 被茶太兰抓走了 小羊们发现总队长晕倒在杂物间 还变得又胖又懒直向睡觉 原来是因为运动区出现很多黑色物质 他能腐蚀人的身体 让人一点都不想运动 小羊们带着总队长不停地运动 终于让他变回曾经的样子 运动区像从前一样运作起来 灰太兰的身体也恢复如初 此时 红太兰曼羊和茶太兰打起来 但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关键时刻 灰太兰帅气就差 而且他的身体变得好灵活 直接躲过子弹的射击 茶太兰打不过 又让他们逃走了 小羊们区的下一站是美术区 为了鼓励画家灰太兰创作出新作品 他们硬是把一副涂鸦 画得天花乱坠 跟奈何猎尸掌不配合 是裸裸的揭穿他们的谎言 画家灰太兰非常难过 美术区即将被拆除 小羊们帮他拖延时间 最后他终于画出一幅 吴小羊战斗的绝美画作 美术区也怀然一心 保留了下来 现实中的灰太兰受的影响 刚开始在家里乱涂乱画 红太兰肺都要被欺诈了 不过那幅绝美画作 他还是很欣赏的 灰太兰的奇葩行为不知之格 他用汤来洗澡 还把鱼粮往嘴里倒 小灰灰让他睡觉 他就学计较 红太兰让他端菜 他就真的只端菜不端碗 喊他上桌吃饭 他就直接跳上桌子 狂吃海喝 要不是知道 他还没恢复意识 红太兰早就给他一瓶敌锅了 不过令人感动的是 财太兰抓住小灰灰时 灰太兰逃跑后 又放回来救他了 小灰灰还以为 爸爸恢复正常了呢